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以前一直想吃的这个泰国菜 听说这一家店排队特别厉害 然后今天我们一大早请他抢的 阿销比较厉害 抢的是第一桌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到店了 他这边还挺讲究的 不能少把点赞 都是用这个菜单点的 讲到了这里环境还不错 上下两层 这整个建筑都搞了一个餐厅 我们点的是他的排行榜的前四名 这狗哥烤猪顶肉吧 怎么样 咖喱牛腩 ok 菜上来了 咖喱牛腩 它这个是面包 然后中多是牛腩加牛肉 闻着就有一股牛肉的香味 然后这个是东宫上小份 五十八 里面是虾 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还可以吧 对 是小份 要还蛮多 也饿了 这赶紧来吃一样吧 咖喱牛腩就一直吃 哇 好湿黄 不但咖喱味特别浓 它里面还有很多奶油味 果然这家店还是有东西的 在牛肉上面裹满了咖喱跟牛奶 哦 这边还多了一片面包 原来以前是盖在上面的 这个也能吃了吧 就是普通的面包 就是普通的面包 沾点这个酱 沾点这个酱 沾点这个酱便好吃多了 我回家来试一下这个东鹰公汤 这个东鹰是这个酸辣的意思啊 公是虾的意思 翻译过来就是酸辣虾汤的 听起来挺厉害的 其实就是一套跟酸菜一样 加糖菜啊 哇 够酸辣啊 天哪 虽然我没有去过泰国 但是我觉得这个菜应该挺正宗的 里面还有各种蘑菇啊什么的 哇 真好辣 不是 这个光线也太暗了 看那个相机里面好像像泰国鬼片 哇 这虾头好大 因为这种虾是大虾 它不像小虾那样 它肯定有一点腥味的 但是这个还好 但是它的肉也一点老了 鲜味也不足 但是泡在这个汤里面应该还可以 还点了一个这个烤猪饼肉 这好贵啊 五十八就这么半盘 香到挺香的 这个那个酱料味道太浓了 我觉得不单这个酱更好吃一点 这个是多拿虾饼 这个看起来挺有特色的 炸虾饼 端一端它这个酱 这个酱 它里面这个虾肉好厚 这不错 实际上它皮这么饱 里面的虾这么多 这个虾特别呢 它们炸了特色的 这个虾特别呢 炸点酱的感觉 我觉得不端酱更好吃 对 能吃到它的那个原汁原味的味道 除了虾饼还有虾片 这虾片也是用虾炸的吗 哇 比虾有价好吃 这个虾饼是真的好吃 如果小伙伴来吃的 我一定要点 这是最后一道甜品 也是九十糯米饭 然后我来试试一下 外面还有小匙 也许把这个奶倒的饭里 倒一半吃 还是你知道我都不会吃 这是饭还是粥啊 糯米饭 好吃吗 这是很甜的糯米饭 然后它们两个也不是很甜 这个很甜 外面还有几个芒果吃 芒果很香 就这个饭有点太甜了 我觉得不太正常 你去过泰国 你不能说不太正常 你只能说好不好吃 你觉得不太喜欢吃甜食的小伙伴 应该不会喜欢吃 因为这个太甜了 好谢谢你 谢谢你专业的点评 谢谢 他这个甜味有点像那个甜重的 还有唐家多了你 你不是不喜欢吃甜吗 但是我觉得还可以 我说你喜欢吃饭 嗯对 这份还挺清爽的 你可能很好奇啊 这两个人站在大毛的中间 又不说话 到底什么情况 其实是我们两个人吃完了 想出来总结一下 麦克风忘了开 所以一点声音都没录上 在那边还说的津津有味 像两个嗨哈 我这份再重新总结一下 这次呢我们一共花了288 价格的话还是有点小贵的 但是用餐环境 跟那个菜的味道都还可以 现在是特殊时期嘛 门口没有排队的了 都是网上抢的 能抢到的小伙伴 其实可以试一下了 好的 那么本期的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小伙伴如果喜欢的话 帮帮我们点赞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